日前才风光接下台大校长职务 但才没几天 管中敏却因为曾违法兼职被弹劾 是在担任台大教授的期间 就以该公司完成了口头的冤定 或邀入阁担任政务委员之后 并没有终止 秀出国税局资料明确指出 管中敏过去曾匿名替周刊写稿 从2010年开始一直到2016年 每月固定赚取5万元稿费 7年下来累计400万元额外收入 但2013年到2015年期间 管中敏都是担任政务官 违法兼职赚取190万元罪证确凿 这只是个个案 但是凸显我们一般性的规范不足 管中敏先生可以提高格局 挑开两个争端 自动请辞台大校长 布置立委呼吁管中敏 应该主动辞掉台大校长 看看监委投票名单 就连前总统马英九提名的方万富 也投下弹劾赞成票 不再护航 但管中敏极力喊冤 强调自己没有违法 但弹劾案通过后 将会进入公务员惩戒 委员会进行讨论 最终结果可能免职或撤职 最亲则是寄过或申戒 但管中敏可以在决议出炉 30天内提出再审 延当寻求好不容易才上任 没想到监察院又丢出弹劾震撼弹 让管中敏的校长位置 再出现变数 30天宣众关于陈俊杰 周凯台北报道